我们这次南部灾 你看这个台风的风灾 多少人家 房子整个人淹没掉 人也淹死了 少数幸运的逃出了一条命 什么都没有了 刹那之间 什么都是十字之间 没有啊 你统统看清楚了 你都放下了 放下的大自在 放下之后 这生活怎么办呢 多少人在忧虑 明白人用主 一银一桌 莫非前进 命令不该过死的 到时候有东西吃 命令都该过死的 吃东西堆成山 你还是会过死 不用忧虑 那学佛的人最好 心里面一句话好 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 求生以净土 亲近以陀 圆满 道义 我到基督世界 那是求学去的 那是大宇宙里面 最好的一个老师 我就亲近他了 对 那真地没得吃 没得穿 墨上几天 不就往生了吗 不要去找 那命不该觉 自然有人动 送个东西 那后必忧虑 永远保持清醒 清净心 神智慧 清净心 跟佛相应 那个胡思乱想 是跟一些妖魔鬼怪相应 错了 别想念佛好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场所 心是定的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你这一生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所以我们知道 一切中 没有离开自信 自信就是如来尽尽 都在自信当中 如 你到哪里 你都在 这个如是什么 你会让觉悟 与信得完全相应 所以你没有如 是什么回事 你迷失了自信 你不知道 这些万事万物 是自信别信 你不晓得 死是真相 一心就追逐万物 万物刹那生命 永远追逐不到 看看好像到处了 生命没有了 真相做一场梦 生命没有了 灵魂不灭 还在大妄想 还在被逐 又去投胎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你是这多苦啊 那这个事情 多可怕了 你不遇到佛法 你回不了头 只有遇到佛法的人 才会觉悟 才会回头 那么闻到佛法的人 为什么很多 还不觉悟 还不能回头 他闻对 法的力量很剥弱 他不起作用 反而是能起作用的 我们就肯定 他绝不是这一生 才闻佛法 过去深重 深深实实 至少啊 要有实施 累积的 这种 这些询习啊 询习这个种子 他才会去做用 他一接触 一接触 就生欢喜 那他不反对 他就能接受 而一听 他能懂 那懂了之后 他真肯干 这人相根称书了 这一生当中成就 那这一生当中 永拓轮回 永远拓离 是法律 他肯定到西方 经浪世界 去做佛去了 这个太难得 太难得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自己要珍惜 遇到佛法 能信能起 遇到大臣 遇到尽头 这是 这是 无量界来西游难逢的一天 怎么这么多好事 被你碰下了 他珍惜 最重要的是 放下万言 我再不干 六道轮回了 要下定这个决心 他就出去了 如果这六道还留念 那你还得要去 打几圈 那很幸福啊 真正明白 学悟了 不干 我这一生就出去了 从今之后 我就一条路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真能去吗 真能 为什么 偶尔大师讲 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在信愿 只有 你真信 真愿一去 你就决定 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品位高下 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 记住 前身 不是说多少 所以我们不可以 轻视初学的人 他到老年才学过 身念一念 他往生 品位很高 为什么呢 他那个念的功夫是深 什么叫深 他没有夹杂 他心真 心存 一生念佛 念了几十年 心里万年很多 牵挂很多 这也放不下 那也放不下 比不上那个人 这个道理要懂啊 然后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 对于自己往生 一点怀疑都没有了 这是往生净土真正的保证 对于那 所以大家可能会进化 是因为 这个曲聆 相触